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线要开始 一起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银行业 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 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管理委员会主席 郭树清先生 请他为大家介绍 坚持不懈推动银行业 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赵欢先生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 郭树先生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 罗西先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 宋曙光先生 下面我们首先请郭树清先生做介绍 谢谢主持人 女士们 先生们 同志们 朋友们 大家尚务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银保监会 代表一道出席新闻发布会的 我们四位董事长 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 银行保险改革发展的媒体朋友们 表示衷心感谢 祝大家心生快乐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2020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行事 中国银保监会和整个银行业保险业系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争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指挥下 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坚持稳重囚禁工作总基调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努力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各项工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我讲六点 第一点 支持国民经济迅速从停滞下滑 恢复到正常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当即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紧急提供专项信贷5.3万亿元 完成相关保险赔付超过5亿元 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 总体战主级战 截止2020年末 人民币贷款比年初增长19.6万亿元 累计对6.6万亿贷款实施延期还本复息 我们还在5个试点省市呢 发放了应急贷款242.7亿元 全年实现了向实体经济让利 1.5亿元的目标 有力支持了复工复产 和6文6宝 这个过去一年呢 新增制造业贷款2.2万亿元 这是之前五年 这个总和 2020年相当于之前五年的总和 新增民营企业贷款5.7万亿元 比上一年多增了1.5万亿元 健康保险赔付支出了2921亿元 同比增长24.2% 累计了1.57万亿元 长期健康保障风险准备金 我们还积极助力打赢脱贫攻击战 三年以来 累计发放经总扶贫贷款9.2万亿元 社农扶贫保险 累计提供风险保障 3.5万亿元 我们还主动配合打好 无染防治攻击战 到2020年底 21家主要银行 绿色信贷余额达到了 11.5万亿元 第二 数字化转型助力开拓普惠金融新局面 银行业保险加快产品服务创新 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根据国际上有关组织的机构的报告 中国普惠金融服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电子支付 数字信贷 线上保险这些领域 居于全球的领先地位 2020年 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 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 分别为2078亿元和35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20%和27% 五家大型银行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 特别是像建设银行 充分发挥科技和数据优势 为让小微企业贷款实施流程贷造 建立了小微快贷线上业务的模式 方便了这个小微贷款 这个200末全国这个 普惠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15.3万亿元 增数超过了30% 其中五家大型银行呢 增长了54.8% 第三呢 就是方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击战 取得决定性成就 这个主要是对比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2017年年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提出的任务要求 银行业保险业呢 也制定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制定了这个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行动方案 我们这个实施下来呢 银行业保险业的风险呢 从快速发散了 转为了逐步收敛 一批重大问题隐患金总拆弹 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个呢 是金融杠杆率明显下降 金融资产盲目扩张 得到根本扭转 这个都有一些数字 我就不去介绍了 过去我们都有这个 拖势向虚的问题 这个层层嵌套的问题 银行体系内部 金融体系内部 这个循环的问题 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二是银行业 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 大步推进 17年到20年 累计处置不良贷款是8.8万亿元 超过了之前的12年的总和 三是影视银行得到了有序拆解 规模较历史分支压降了20万亿元 四是金融违法犯罪受到严厉惩治 不发金融集团风险逐步化解 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 五是外部风险冲击应对 即是有效 金融体系保持了较强的韧性 六是房地产金融化 泡沫化的势头得到遏制 七是地方隐形债务整理量的风险 已经基本控制 从那样风险是在化解 八是大中心企业的债务风险平稳处置 第四点就是 强监管 强监督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 我们坚定不宜加强党风联征建设 和金融反腐败斗争 强化监督之际 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升职依法 整个我们监管系统的严格执行公司分开 履职回避和监管问责 2020年银保监系统的公纪律处分了164人 加快补齐监管端板 堵塞制度漏洞 全年完成61项监管规章制度建设 证券治理乱象 保持案件触发问责高压态势 2020年的触发违法违规银行保险机构 是3178家 责任人员受到触发是4554人次 发莫金额合计超过22.8亿元 我们和最高法院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几家一起 我们在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这个极致的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 去年全年清退赔付消费者 177亿元 第五点 中国特色银行保险机构 公司治理逐步完善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20国集团 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 我们努力推动20国集团 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有效实施 读处银行保险机构 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 有机融合 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党内监督与企业内控机制结合 确保党组织真正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银行保险机构普币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传透监管明显强化 关联交易专项整治有序开展 目前我们银行体系不断优化 市场竞争非常充分 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在劳动生产率 成本收入比 盈利能力 科技创新等方面 实现了赶超 大型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 也与美国 欧洲 日本 这个同业相比差别不大 第六点 就银行业保险院的 其他各项改革开放的实际深化 稳步推进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化解风险 深化保险资金运用 商业车险和意外险定价机制改革 推进商业元老保险改革发展 和健康保险稳步成长 引导理财 保险 信托等 长期资金的知识资本市场发展 2018年以来 我们共批准新设各类外资银行保险机构 一百多家 其中一批在财富管理 商业保险 信用评价等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专业机构 有的是独资形式 有的是控股形式 进入中国市场 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积极性 显著提高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中国银保监会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重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以银行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 促进国民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们重点做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是完善金融有效支持 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更加精准地支持科技 自立自强 先进自造 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 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 这些的领域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策 结构性改革 牢固塑立 以客户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 这样的理念 培育发展更多专业化 特色化的金融机构 进一步开发符合 人民群众需要的银行产品 规划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等保险服务 三是把方案风险 作为金融业的永恒主题 毫不松懈地监控 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四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五是实施更深层次的 金融市场和机构改革 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六是辞职以恒 全面重严制党 深入开展金融反腐败斗争 加强内部管理和自身建设 打造中层干净单单的 监管铁军 我们家通过不懈努力 征抓实干 推动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以犹豫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多年 我现在介绍这么多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呢 都非常高兴地来回答大家的提问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郭主席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提问环节 一问前呢还是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媒体们开始提问 好 先这边吧 第二排 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非常感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郭主席 去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的收关之年 我想请问 这三年我们取得了哪些关键进展 下一步金融风险的重点是什么 您曾经指出房地产 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风险方面 最大的灰犀牛 那么对当前房地产领域的风险 您怎么看 今年会有哪些新的措施 还有就是各家银行 这两年都加快了数字化转型 想请问郭主席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对监管带来了哪些挑战 在数字化转型时 我们应重点防范哪些风险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问题实际上是 七八个问题 量非常大 我不能再用太多时间 我简单地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我们把机会留给其他的记者 和其他的我们一起发布的同事 这个方法化解金融风险 从银行业来说呢 保险业来说呢 突出的就是按照重要的要求 我们首先把这个就是 金融体系内部这个高杆杆给它架下来 就过去呢 这个金融体系经过一段时间是长期快速发展 有很多原因我们不去解释了 我们以前说过了 这个最近这四年呢 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年薪增数呢 都降到了这个比较低的水平 银行业是降到了平均每年8.3 保险业呢 平均是11.4 大体上呢 只有这个2009年到2016年时间这个 这个期间的平均增数的一半 这样就使得金融体系内部啊 这个空转的通业资产占比大幅度下降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 也决定了我们银行体系啊 整个金融体系啊 今天能够平稳用心 风险总体可控 最重要的一个成绩 另外就是我们银行业 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加大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四年处置的不良贷款 相当于之前12年总和 第三点就是影子银行得到了有序财业 就是过去影子银行 我们这个中国是规模最大的在世界上 它的最大特征就是 叫投资也好 叫理财也好 叫什么P2P也好 这个都是实质上还是信贷 相当于银行信贷 或者叫类信贷 但它又就是说是银行 又不是按银行的规则来办 比方说 你办银行应该有充足的资本金 这些机构呢 这些平台呢 没有基本那么多的资本金 没有资本约束 没有监管约束 也没有市场约束 它逃避这些约束 所以这问题就比较严重 那么这个高风险的影子银行 这个规模呢 压降了大约20万亿 所以使得我们这个金融体系 就比较健康 比较稳定 另外就是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受到严厉惩治 不法金融集团风险呢 逐步化解 一大批这个非法集资案件 得到有序处置 这些方面的问题呢 是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还有你提到的这个住房问题 房地产的问题呢 应该说现在还是这个金融化 泡沫化的倾向比较强的 但是去年 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增速呢 第一次 过去多年来 第一次降到了 平均的贷款增速之下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我们相信呢 房地产的问题呢 会逐步得到好转 现在我们进一步 采取一系列措施 你们也可能注意到 各个城市一撑一撤 推出了房地产的 综合的调控举措 目的就是实现 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逐步的呢 把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解决好 当然核心的问题 房地产就还是 泡沫比较大 我也说到这个 最大的灰溪牛的问题 就是说呢 很多人买房子 不是为了居住 而是为了投资 或者是投机 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这个 你持有那么多的房产 将来这个市场价格 要下来呢 你这个个人的这个 财产就会有很大的损失 你贷款就还不上 本金和利息 银行呢 也收不回这个贷款 经济生活就发生很大的 这个混乱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必须要把它 积极又稳妥地处置好 我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你啊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那个最后面吧 那个第六排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 对 谢谢主任 那个我的问题是 是给国主席的 对比那个西方的主要经济体 那么中国的 已经率先开始 政策正常化 尤其是那个货币政策 那么请问呢 中外的政策 这个步调的这个差异 会对我们中国的政策 和我们市场 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最近有些担心说 资本流入 和那个资产泡沫 或者说 还有包括 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你觉得这些担忧 有没有理由 谢谢 你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好 和你有相同这个 想法的人很多 现在确实 我们这个 应对新冠疫情以来 全球的 经济 都出现了这个 比较大的震荡 总体上下行吧 中国呢 也实际上是 去年遭遇了挫折 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在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然后逐步 恢复到 到三季度 四季度 恢复到正常状态 那么全年呢 也是比往年 政策速度 大幅都下降 那么各国呢 情况都这个 差不多 大概有更多的 就是更严重一些 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 疫情严重的国家 一些发展的国家 各国也都采取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因为毕竟要把这个经济 稳下来 这个宏观政策呢 必须采取这些措施 但是这个力度上 后果上 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一些 因为它毕竟还 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那么现在看这些副作用 已经逐步显现 那么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金融市场 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 金融市场呢 高位运行 就是和实体经济呢 严重背道而驰 你这个金融市场 应该反映 实体经济的状况 如果和这个 实体经济差别太大呢 就会产生问题 迟早会被迫调整 所以我们很担心 这个金融市场 特别金融资产 国外这个金融市场的泡沫问题 哪一天会破裂 那么这个流动性增长了以后呢 因为现在的经济呢 已经高度全新化 中国的经济和 其他国家的经济 也密切相连 这个外国资本 流入中国呢 数量会明显增加 我们也看到啊 增加比较快 因为中国还是一个 非货币政策的增长 那么常规的货币政策 我们的资产价格 有很大的吸引力 利差比较大 和其他国家 那么流入外国资本 是必然的 但是到目前来看 这个规模和速度呢 还是在我们的 可控范围内 我们也在继续研究 怎么来采取 更有效的办法 一方面鼓励资本要素 化金流动 越来越开放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不要这个 造成这个国内的 这个金融市场 太大的波动 确实有影响 我们有信心 把这个工作做好 再次谢谢你的问题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先那边吧 第二排那位男记者 对 靠走廊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广记者 2020年全球疫情 持续蔓延 国际贸易也是大幅萎缩 外贸企业面临着 严峻的困难 请问银行业保险业 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稳住外贸基本盘方面 采取了哪些措施 谢谢 好 你的问题也非常好 这个我们外贸出口 去年比大家预期的 都要好一些 因为国际上的 这个经济停滞的问题 比较严重 所以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呢 比往年呢 没有什么减少 有的国家还是增长更多 这个所以我们的出口 非常好 很少有的出口 能创造这么高的一个 这个送差 这是和这个 前些年这个趋势啊 有些不一致的 是一个特殊情况造成的 这方面我的同事啊 我们有这个 宋楚光先生 专门从事这个 进出口信用保险人 他可能更了解情况 你给大家讲一下 好嘞 我接着郭主席这个话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去年年初 这个疫情一发生以后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在三次讲话里面 对这个充分发挥 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 提出了要求 所以这一年来 这个中信保 坚决贯彻西民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 还有中央和国务院的 决定部署 这个在中国预保监会等 这个国务院各部委的指导下 我们积极地履行政行制呢 这个助力落实六文 任务落实六保 这个措施 这个在疫情发生的初期 我们出台了十项措施 这个重点是解决什么 解决防疫物质的进口问题 后面呢 我们针对这个文外贸 又迅速出台了 二十三条 这个阶段性的 超常规的措施 从城堡 理赔 服务 六个方面 这个 加大了支持力量 加大了支持力量 所以整体的效果 还是 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反映在几个方面呢 反映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 是进一步扩大了 这个覆盖面 覆盖面 我们 这个 在外部形式 这个风险上升的情况下 实行积极的承保政策 所以去年中心保的 总的承保金额 突破了七千亿美元 七千亿美元 这个 增长速度呢 是16% 大大超过了 我们出口的这个成数 那么支持出口 其中支持出口 超过到五千八百亿美元 这个 那么 在这个出口 总额的比重 达到了22% 这个也高于 这个大大高于 国际平均水平 国际平均水平 这是 那么去年我们支持的客户 14.7万家 14.7万家 其中新增客户是4万多家 增长了58% 所以保障了 大约是 一千五百万 和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 这是第一点 就是扩大了覆盖面 第二呢 就是有力地保障 重点市场 重点产业 这个我们主要是积极地推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落地 成果落地 加强第三方市场的合作 全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 这个超过了一千五百亿美元 一千五百亿美元 另外呢 加大了对美的业务成果 支持对美出口超过了 这个五百亿美元 增长了13% 制定了专门的这个电子信息 加电等行业的城堡政策 优先保障 在全球供应链中 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 更好的服务产业链 供应链的畅通运转 这个全力支持 电子信息产业贸易超过了一千亿美元 增幅达到了二十三 这个针对啊 企业面临的取消订单 拒收拒付的风险 我们加大了出口前的 这个风险的保障力度 所以这个全力城堡的金额呢 超过了三点四百 三点四百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三呢 就是有效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我们将出口信用保险 这个风险保障机制 和银行的融资 有效的结合起来 主要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个事 一个呢 是和167家 我们合作的中外银行进行合作 然后对外贸企业 是这个 是用的保单融资 保单融资 那制定专门的 这个保单融资产品 这个 你比如说 我们联合推出了新保贷 为小微企业提供 纯信用 免底啊 全线上 秒审批 普费利率的保单融资服务 这是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我们利用了央行的 全国共搭建了53个平台 53个平台 所以去年总的一年情况下落实下来 我们全年 总共啊 支持企业获得融资是 3100亿元 其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保单融资是1960亿元 增长了34% 支持企业呢 是4800多角 这是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创新服务小微企业 这个 这一两年啊 中心保在加快数字化的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升级了全球的企业和银行数据库 我们可以实时的为企业 这个 查询 海外两亿家 这个企业和中国的六千家 六千万家 这个企业的信息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开发了服务小微企业的产品 主要是反映在几个方面 一个 开发了小微资讯红绿灯 报警器 这个 实时的风险信息 查询和推送 给小微企业 这个主要解决什么呢 解决小微企业的 有单不敢接的问题 有单不敢接的问题 第二呢 我们上线了这个 小微的资讯导航仪 通过我们掌握的全球的贸易数据 帮助企业精准开发新市场 承接新定单 这是承接新定单 这是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搭建了 这个中心宝的小微学院 这个为小微企业提供 专专专业的 辩解的 这个培训服务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实施了 小巨人的增长计划 选择了1000家的 这个 专 精 特新的小微企业 帮助提成长 帮助提成长 所以2020年 中心宝服务的小微客户 突破了10万家 这个 小微出口企业的覆盖率 突破了三分之一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六 百分之三十六 前年支持小微企业出口 近这个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亿 那么支付赔款的 1.2亿美元 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 另外呢 平均费率 小微企业的平均费率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让小微企业 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就是积极地帮助企业 防范化解风险 那么我们疫情发生后 主要是从几个方面 采取了措施 第一个就是我们 持续地发布 各国的贸易管制政策 因为疫情一发生以后 各国的贸易政策 都发生变化 管制政策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随时发布 重点的贸易管制政策 重点国别行业信息 由风险随时提供给企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这个对全球的 192个国家和地区的 国家风险 主权信用风险 进行评估 提供给企业 供他们参考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帮助企业挽回损失 我们的这个追偿 还有这个追偿渠道呢 全球有300多家 我们利用我们的追偿渠道 这个帮助化解违约风险 将近40亿美元 40亿美元 实现追偿收入3亿美元 另外在理赔方面 我们开辟了绿色 这个通道 适当方款了理赔条件 做到什么呢 硬赔进赔 能赔快赔 能赔快赔 那么全年支付赔款的是 18亿美元 增长了32% 这个短期出口性保险 这个平均解案时间 也大幅度缩短 这个应该缩短了41% 这也是创造历史最好水平 总之吧 我们去年啊 面对去年这个严均复杂的 外贸形势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那么中国信保作为政治性金融机构 充分发挥了防风险 出融资 稳外贸 保救与的独特作用 为我国外贸 逆次增长 贡献到力量 好的 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我插一句话 我不会赞认大家时间 我就觉得这个宋董事长 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好 他们做的训练确实也很好 特别是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疫情情况下 支持企业 发展外贸 特别是小微企业 有很多优惠的 但是你这个整个支持了22%的这个出口 这个规模 当然是个特殊情况 在常态下人家会不会理解 你这是政府给予特殊支持 然后你才有外贸 还是不是符合WTO的规则 是不是符合这个平等贸易的规则 特别这里面有很多外国媒体记者 可能会问你这个问题 我带他们问你一下好不好 已经前面在了很多世界 但你可以快速回答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 这个出口性保险是WTO 规则允许的一个处理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工具 所以中心报成立以后 一直是按照中心WTO的要求 来开展业务 我们是三大导向 要符合三大导向 一个有效支持国家战略 第二个是精准支持企业发展 第三个是确保财务可持续 所以说 财务可持续 你不能从这个 找国家财政再要钱吧 这个 补贴没有吧 这个没有 这是正常的资本金 然后你就收保费 对 大家是自愿的 没错 完全按照商业市场的原则来开展业务 这个一定要说实话 经得起历史检验 不过像你做这么好 特朗普总统还在位的话 应该请你去支持美国出口去 好 那我们继续提问 那边吧 第四排 对 日本记者 谢谢主持人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提问 去年8月 郭主持人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1年银行业 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 应该比20年更大 请问目前银保监会如何看待 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情况 有没有处置物的预计 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日本朋友 这个我说2021年比2020年 肯定是增长的 因为我们每年的贷款都是净增长的 这些年都是保持在12左右 去年的情况非常特殊 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还是全年没有超过13%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没有实行过度宽深的货币政策 那么在这个疫情发生了以后 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肯定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它还款就会有困难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呢 可能会面临破产重整 或者是破产清算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它更没有能力来偿还贷款了 所以不良贷款上升啊 是必然趋势 我们事实上呢 2020年就已经开始加大了 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 全年处置不良贷款是 3.02万亿 比上一年呢 增加了七八千亿 那么我们感觉上 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正在和各家银行来沟通 看看他们这个 怎么来估计他们自己银行的状况 可能2021年 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呢 还会增长 甚至会延续到明年 因为它有的贷款期限比较差嘛 但是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把这个不良资产呢 处置处理好 第一要 加大力度 第二呢 还要稳中求进 保持经济和银行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 可承受的范围 这个 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其他的这个银行的董事长 都有很权威的这个答案 是不是 我们农行的董事长 古素先生呢 简单回应一下 好 因为他以前在工行做过 行长 所以他的两个银行的情况都很熟悉 那我还是主要说农行的情况 好好好 你看他这个转换得很快 他现在不能代表工行说任何一句话 因为那是违法的 我提供一些数字来支持一下国主席当才提到的要点 信用风险 历来都是商业银行风险防控的重重之重 农业银行 我们现在的话呢 信贷资产是15万亿元 15万亿元 那么近年来 在银保监会的指导下 农行的话呢 持续的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 我们从2017年以来 一共处置不良贷款是5252亿元 其中2020年 克服了疫情的冲击 处置不良贷款的数字的话呢 也是比较高的 保持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 刚才郭主席讲到就是说 全系统去年处置不良贷款的话呢 是超过了3万亿元 这个增长了几八千亿元 那农行的情况呢 跟全系统的话呢 基本也差不多 但我们是上市银行 这个数字我现在还不太方便说 但是呢 我就说这个趋势的话呢 和全系统的情况呢 是差不多的 这是这个第一点 就是说这几年的话呢 我们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 是在不断加大的 保持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稳定 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话呢 就尽管整个的疫情冲击 经济的波动的冲击 但是这些年的话呢 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话呢 资产管理的水平的话呢 是在不断地提高的 我们以农行为例 我们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 是非常严格的 监管规定90天 与其90天就要划分为不良 但我们现在的话呢 与其超过20天的法人贷款 我们就分立为不良 这样以加强资产质量的 前瞻性的管理 目前我们不良贷款率的话呢 有一段时间农行是比较高的 现在已经在降到了 这个可比银行的平均水平了 今年就是这个月底 可能大家知道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点 就去年的话呢 原本研习的那部分贷款 它的这个原本研习这个政策的 终止的这个节点 是今年3月31号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点 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话呢 一直都在监控这部分贷款的 资产质量情况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呢 它比普通贷款不良率会高一些 但是仍然是可控的 就是说从农行这个样本来看 受疫情影响 不良贷款的反弹的话呢 风险是有的 但是我们相信在银保监会的指导下 在全行大家的努力下 这个风险的话呢 是基本可控的 这是第二点 我就补充这么两点 谢谢 好 我给他做个注释啊 他刚才说他这个 现在不方便披露的那个数字 他不是说他永远不披露 他必须按照那个上市银行的规定 你们是3月份 对 我们3月份 对 要是到4月份了 到4月份 他那个具体的数字会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好吧 然后呢 其他的信息他也一样来公布 比方说 他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 他是现在世界 你农航世界第三大银行吧 第三大 无论是资本啊 是吧 这个资产啊 这个收入啊 这些都是综合下来 世界第三大银行 据我所知 他们的这个高管收入 高级董事长和行长这个收入 大概是美国和欧洲银行 这个日本银行这些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这个水平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你们可以问他啊 大家不要客气 是吧 一些问题都可以问他们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这个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 它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呢 金融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方说资本金啊 比方说要竞争啊 比方说要劳动生产率啊 比方说我们要有个成本收入比啊 要把你那个成本和这个收入 要出一下 看看这个比例是多少 那就一看啊 我们的成本收入比 欧洲美国都低一半多吧 比一半多 比一半 大概这个情况 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工资比较低 是吧 在这个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嘛 对吧 还要考虑全社会 考虑这个给国家交税 给股东 分红 还要给这个 其他方方面面做贡献 扶贫 比方说 他们要去做很多工作啊 社会责任 特别大的银行 要存在很多责任 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但是我们这个 商业原则 可持续原则是完全一样的 股东从这些大银行 拿到的红利红爆 过去15年 肯定是全世界最高的 分红是最高的 这些数字呢 大家都可以比较 我记得我在建设银行工作的时候呢 当时美国的报纸 报道中国的事情 还比较客观 我记得纽约时报吧 就把我们当时的几大银行 就进入危机的时候 几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的薪酬 公布了 在那个纽约时报 然后和美国的银行比 当时就是他们的1% 大概这个概念 我们不是说美国要学我们啊 他们也学不了我们 但是我们也肯定不会学美国 这是肯定的 就是国情不一样 谢谢大家 对不起 主持人 我差了一句话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先这边吧 中间这位男记者 对 好 谢谢主持人 澎湃新闻记者提问 春节期间 一组2020年中国出收人口的数据 引发了较大关注 其中包括 社会对人口老龄化 影响中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担忧 请问银行保险业 在参与完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 三支柱建设方面 将如何为老百姓做好 制度化长期的安排 谢谢 你的问题非常重要 中国就是 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我们很快的 就是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们现在的 超过65岁以上人口 已经占到了12%以上 比日本要低得多 比欧洲也低得多 现在比美国也低 美国应该是16%以上 但是按照专家的分析 用不了一些年 我们可能会超过美国 在这个数上 65岁人可以占比 所以这个人口老龄化 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也在积极地研究 推进从多个方面 前几天 那个人社部已经做了 新闻发布会 他们介绍的情况 采取措施 包括这个 延长这个工作时间 延迟退休 这些打算 同时我们也 鼓励出生 但现在这个人和过去的人 不太一样 你鼓励出生 他也还是 不怎么愿意增加 提高这个出生率 这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还会有很多的 采取其他的措施 那么其中一项 你提到的就是 要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 中央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做出了明确的部署 就是说 要规范发展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商业养老保险 这个方面 我们有这个 中国人保的罗西先生 他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 这也是媒体的朋友 和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的问题 这个众所周知 中国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 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 刚才国主席也说到 讲到这个情况 现在中国进入老年人口之多 进入老龄社会之快 和养老的事业发展任务之重 是世所罕见的 这个相对于一些 这个发达经济国家比 发达国家比 我们这个养老体系 应该还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基本养老呢 正在应该说 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十亿多的人口 享受基本养老 那么这个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和团体的这个年金 也在逐步发展 但是呢 这个比重相对比较少一些 大概六七千亿吧 这么多年来 大概也做了十多年了 那么个人养老这一块呢 相对来讲呢 发展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尤其是跟这个 西方的发达国家比啊 这个比重非常小 非常小 那么总书记呢 在五中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上 都亲自做了部署 国务院在去年连续召开会议 研究这项工作 银保监会呢 这个进行了 这个广泛的调研 制定了相关政策 和这个实施的方案 就是对这个第三支柱的发展 要加快速度 加大力度 在改革创新当中 迅速推动第三支柱的发展 那么这些方面 第三支柱呢 它跟相对于其他的两个支柱来讲呢 它的作用呢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有它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给那些高输入阶层的个人养老 提供一个渠道 提供一种方式 就在前面两个之外 那么提供一个方式 第二个呢就是 它给这些个 这个新型业态 新的从业人员 多种方式的从业人员 提供一种养老的保障 这是商业的保障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可能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通过这种长期的养老保障的资金 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包括这个跨周期的这个投资 我们国家呢 短期投资比较多 长期的跨周期的 跨周期的投资比较少 所以养老资金的进入 特别是商业养老资金的进入 应该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呢 会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这个 那么人保集团呢 按照这个 银保监会的这个工作部署啊 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一个呢 是积极的发展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一个是利用传统的受险产品 为个人的养老呢 准备 受险准备金 这个呢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3300亿元 那么根据银保监会的部署呢 我们还积极研发 适应各层次的养老人群的 养老保险的品种 这是一个 那么在上海 福建和苏州这些地区呢 开展个人税盐 税收地盐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 但是这个税收的力度呢 我们感觉力度还不够 今天早晨我们有同事还跟我说 最好是个人的收入 用于养老的能 免税 但这个呢 可能还需要国家 进行这个多方面的综合的平衡 综合的平衡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率先探索了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 在29个城市 这个开展这个业务 中国呢 这个老百姓呢 习惯于自己持有住房 那么这个住房在年纪大了以后 怎么能为养老来提供财务保障 那这个应该打开一个通道 我们在这方面呢 也在积极地进行探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积极承办长期护理保险 解决高龄失能 失智老人的护理难题 2020年啊 承办了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的96个 保障人权呢 达到4200万人 4200万人 这个各个省市啊 现在都在探索 这一项保险的业务 保险的服务 第三呢 是积极开展养老产业的建设 包括养老长期 充分发挥养老长期资金的优势 设立了人保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 聚焦长期护理服务商 综合康养服务商等养老产业的投资 启动呢 开展支付有保险 看病有医院 养老有社区的多层次养老社区的建设 探索保险服务养老的新模式 这个中国人保啊 有中国最大的健康险保险公司 我们现在呢 也在跟国际上一些成熟的 这个健康 健康保险机构进行合作 把一些有 这个有益的一些商业模式 导入中国 第四个是积极参与 这个管理 这个管理这个养老保险基金 我们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基金呢 现在管理的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已经达到了2500亿元 这个去年呢增长了一倍多 收益率呢 因为去年是个好年份 所以收益率呢 达到10%以上 这较好的也发挥了这个 养老资产的这个保持增值的作用 养老金融的这个改革 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人保集团呢 将根据坚决落实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在银保监会的统一的指导下 进一步发挥商业保险 在养老风险保障和长期资金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 深入的参与多层次 多资助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服务养老保障第三资助建设 创新产品和服务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为老友所养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第一排吧 彭博 谢谢主持人 我是那个美国彭博社的记者 有一个金融科技方面的问题 想请问那个郭主席 蚂蚁集团其他的金融科技公司 在国内的金融市场 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 有哪些业务不适合他们做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前一阵子是媒体 国内外媒体关心比较多的问题 报道也是比较多的问题 其实情况也你们都了解 两会一局四个部门 约谈蚂蚁政府的高管人员 两次约谈 也都及时把这个约谈的情况 发布了 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潘工胜先生 也都讲过这些情况 你说到的这个互联网平台 在中国参与金融是全世界可能是 规模和范围都是最大的 那么也取得了机制的效果 特别是对这个中小微企业吧 提供这个数字信贷 数字保险 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呢 做的是很好的 应该说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也有很多创新 对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 小微企业的服务 之所以能够走到世界的最先来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是鼓励这些创新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求啊 不管任何业态的金融业务 都要按照相应的规则 规范 法律 法规来管理 不能有特殊的例外 比方说你要方法贷款 方法贷款呢 最近其实我们前几天 刚公布了一个互联网贷款 就是银行互联网贷款的一个 办法的通知 有关的办法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这个有一些要求 联合贷款 比方说 必须这个 至少 互联网平台方面 和其他的银行开展合作呢 在出资方面 资金方面不低于30% 那么另外在他的净资产的比率当中 占比 集中物方面 都有一些要求 这些都是在这个有关的规则里 都是做了规定的 另外我们还给出了过渡期 有一年的过渡期 到今年年底 逐步实现 同时呢 互联网银行 就是在这个 民营银行下 你像这个蚂蚁金服下面 网上银行 腾讯下面有一个维重银行 四川银行 还有一个互联网银行 这个我们都是鼓励发展的 但是也必须按照 金融的规律 规则 来实行统一的管理 我们不认为有什么限制 他们不适合他们发展的金融业务 但是我们必须要求 做任何业务 比方说保险 比方说这个信托 比方说这个 其他的这个金融业务 租赁啊 什么这些 都要按照这个行业 相同的规则 来进行这个监管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这样的要求呢 经过调整以后 这些机构呢 会很好地来适应 能够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谢谢您的问题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那边吧 第二排那个女记者 好的 谢谢 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 想问一下郭主席 我们关注到这个 美国政府对 此前对相关中国的企业 和个人的制裁 那么想请问一下 这些制裁 对中国的金融市场 和金融系统 会产生哪些影响 那么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 会有哪些的应对和立场 那另外在这个金融业的 对外开放方面 今年还有一些计划 我们最后还想请问一下 关于这个外商投资的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会对这个外资的金融机构的进入 会有哪些影响 谢谢 好 刚才敲破十一点 这个失踪了 那我还是抓紧一点时间 回答一些问题 首先一条呢 我们觉得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 这是一个国际社会 早已达成的共识 那么中国和美国一样 都是主权国家 我们都有自己的主权 所以中国的金融怎么管理 金融机构 它的行为规范 那必须按中国的规则来办 就像美国的 在美国的金融机构 按美国的规则来办一样 所以美国呢 对中国的内政 进行了很多的干预 比方说香港问题 这个对新疆进行干预 这个我们其他的部门 也都给大家发布了足够的信息 我就不去重复了 我们任务是毫无依据的 是没有道理 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是坚决反对 中国银保监会 和整个银行业保险系统 都不会执行美国的法律和法规 必须执行我们中国的法律和法规 那么在香港的金融机构 包括中资机构 外资机构 肯定要重守香港的法律和法规 所以我们不会执行美国的制裁 我们也坚决反对这种制裁 认为这种制裁是毫无约束力的 但是我们愿意和他们合作 和美国的金融机构 和美国的企业 方方面面 中介机构有很多合作 事实上正如你所说的 我们对外开放 发展得很快 我前面也提到了 我笼统提到 过去三年我们批种了 一百多家的银行保险机构 外资银行保险机构 在中国设立 比方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较著名的 国际市场上 德国的安联保险集团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是完全独自的 在中国设计的 这个法国的东方惠里 和我们中国银行 合资设立了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就是这个理财子公司吧 理财子公司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贝莱德 资产管理公司 特别是养老金管理方面 和建行合作 那么还有斯洛德集团 和这个交行合作 交易斯洛德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批准了 25家理财子公司 这个 所以这个很多都是 和外资合作的 我们鼓励 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 有的是独自的 这个进入中国 有的是合资的 说到刚才是合资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今年这个 我们还会继续考虑 放宽这些方面的合作 外资总录的门槛 进一步降低 实现了 基本上和中资一样的待遇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领域 不开放的 英国领域已经差不多 都开放了 差不多都开放了 有些业务 还有一些限制 我这里也特别想和 我们中方的媒体 来报道一下 就是我们国内很多 群众 也包括一部分干部 大家很关心 外资进入 会不会就是说 对我们的金融市场 造成很多的干扰和破坏 我们现在还是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这些外资机构呢 在中国的经营总体上 还是严格按照 中国的法律来办事的 而且份额呢 虽然我们这么鼓励 他们风险控制的原因 不是我们不鼓励 在这个市场 无论是总资产 还是贷款 还是存款 这个比重 绝对额都是上升的 比重是下降的 比方外资银行 现在只有1%左右 过去有1.3 1.4的时候 现在的比例下降 就是全部的外资银行 在中国经营的比例 只有1%左右 所以就是对中国的 金融市场的影响 是非常有限的 保险公司要多一点 6%左右 影响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继续鼓励 外资金融机构 进入中国 来共同发展 谢谢你们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先这边吧 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那么请问一下银行保险业 在服务创新驱动战略 发展科技金融 还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面有哪些举措 那么下一步呢 还有哪些的工作思路 谢谢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你是最后一个问的 这么重要的问题 你应该先问一下 是吧 我们有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 赵欢先生在这里 他这个最方便的 做得比较好 我刚才跟他这个房间里讨论 就是他那个开发银行 叫开发金融 胆子很大 别人没做的他都做 开发金融 就是拖荒 拖荒牛 但是科技和创新这些行业的 投资风险是很大的 我就问他 就是说你这个投资贷款 怎么控制风险 因为我们没有对他 有另外的特殊政策 他必须自己实现商业可持续 是不是请他给大家回答 这些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也谢谢郭主席 给我们这个机会 介绍开发性金融 服务科技创新 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情况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 云南观察罗斯新发展理念 在银保监会等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是我们请你支持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2020年我们发放科技贷款 1494个亿 同比增长了23% 服务了集成电路 商用飞机 等一系列的重大科技项目 足以关键领域核心技术 起了新的突破 第二就是我们积极支持 战略性新型产业 和现金制造业的发展 2020年我们发放 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贷款 3304个亿 发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2659个亿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了37% 也差了历史的新高 第三个就是大力支持 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 开行的子公司 已经圆满地完成了 集成电路国家产业基金 一期的投资 支持了集成电路领域里边的 重点企业快速发展 基金投资的财务效果 也很明显 刚才郭主席说 我们是按计划 按指令 我说我们是按市场运作 大家知道我们基金的投资 是市场化运作 去年科技领域里边的 企业的估值 险局的上升 基金的投资的财务效果 也非常的明显 市场化运作 还是非常成功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 国家集成电路二期 产业投资基金二期的 投资工作 现在莫及了2000亿资金 现在已经前面的进入了 这个投资的阶段 今年是十四五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 开航将运程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节五中前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重大决策部署 继续加大 这个科技金融的力度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更好的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的战略 我们自己设计了 四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设立专项贷款 服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我们将对接 基础研究 十年行动方案 对接战略性科技计划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国家实验室 国家科学中心 和区域上升中心的建设 我们要设立科技创新 和基础研究 专项贷款 计划今年安排 重大科技项目的 专项贷款 500亿元以上 第二就是 继续加大信贷 资源的倾斜 支持战略新型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 我们准备从今年开始 开展百链千企 专项金融的活动 就是我们在科技领域 创新领域 选择100家龙头企业 已经沿着 这个龙头企业的 上下游产业链 选择1000家重点企业 进行专项的金融服务 今年计划安排 战略新型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贷款 投放4000亿元以上 第三就是 加大股权投资力度 服务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我们将运用 开发银行管理的 产业投资基金 科创基金 继续加大 对集成电路 先进制造业 以及科技创新方面的 股权投资力度 今年我们准备新增投资 500亿元以上 股权投资 500亿元以上 第四就是 创新科技金融的模式 有效支持 创新发展 我们将综合运用 股权投资 信用贷款 结构融资 还有就是 债务融资 加投资选择权 等多种融资模式 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 此外 我们还将 发挥引领作用 联合其他金融机构 整合金融领域里面的 格内资源和社会资本 通过 银潭贷款 联合贷款 和联合投资等方式 加大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 最后也再一次感谢 这位媒体朋友 对科技创新 对创新驱动发展 看法银行的关注 谢谢您 今天记者提问非常踊跃 我们请郭主席 再给记者几个机会 好吧 好 谢谢 那继续提问 好 先第一排吧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近年来 金融机构 在脱贫空间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仍然有很多 农户和乡镇企业 反映存在 借钱难的问题 当前脱贫空间 任务已经如期完成 请问在巩固脱贫成果 和服务乡村振兴方面 将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谢谢 好 谢谢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应该回答 但是我想比较一下 时间关系 还是请鼓速董事长为主 农业银行 乡村振兴 大家不 好 有什么打算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我刚才听你的提问 我觉得两层意思 第一层的话 在问 就是在巩固脱贫空间成果 乡村振兴方面 有哪些银行 有哪些打算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我听的话 你在反映一些呼声 就是说在乡村 这个金融的可获得性问题 我听的是两层意思 我就分别来回答 第一层意思的话 我以农行为代表来说 我们准备 在下一步 这方面的话 重点做三方面的工作 一个就是做好 扶贫空间 胜利以后的话 同乡村振兴的衔接 第二个是做好 对现代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 第三个的话 是做好对乡村建设的支持 这是你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重点做好 这个金融服务扶贫空间 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就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一个要点 就是说 83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线 农行 在2021年 我们信贷力度不减 我们的托贫线贷款的增数 我们准备继续超过全行的平均水平 这是 我重点想说这个 那么在 现代农业和乡村产业方面 我们准备重点的话 是抓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贷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总业 方生账 这三个领域的金融支持 今年的话 我们准备再投放600亿元以上 在这个领域 现在我们这方面的余额 这方面信贷的余额是1600亿元 今年准备再投放600亿元以上 另外的话 我们还将围绕着特色农产品 它的产地的初加工和深加工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就是说像前一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指出要求的 把这个产业链的主体 就是这个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链的主体留在县域 把价值链的收益留给农民 第三个就是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 那么我们会围绕国家 扩大农业农村投资的 11个重点领域 持续加大对符合条件的 农村水 电 路 气 房 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农行乡村建设领域的贷款规模 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 我们接下来还会进一步 加大投放力度 确保贷款的增速不下降 这是你刚才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回答一下 第二个方面你提到 就是说农民提到 农户提到 就是说可获得性 金融服务 这个贷款难 这个问题 我想说说我们农行的打算 我想说说 三农服务 这个肯定 我们是要做的 要接地气的 但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在考虑 就是说 怎么解决可获得性问题 关键的一点 我们就是想 三农服务既要接地气 也要长翅膀 这个翅膀是什么翅膀呢 科技的翅膀 我以为你不做了 飞走了 翅膀 吓我一跳 不是飞走了 是我们要长科技的翅膀 这个科技翅膀 主要体现在 渠道创新和产品创新上 我重点讲这两点 渠道创新 就是我们在下沉 加强这个线下的物理网点 就把网点的话 进一步地建设到线域去 建设到这个镇里去的同时的话 加大我们手机银行 在农村的推广力度 手机银行在城里面 大家都非常普遍了 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 要把我们的手机银行 做得更符合农村的需要 农民的需要 去年年底 农行 我们在县域 我们的手机银行 注册的客户 已经达到了1.65亿户 越活客户的话 接近5000万户 我们今年的话 要在这方面的话 进一步地加大力度 让广大农民的话 更加方便快捷地 获取金融服务 第二个是产品 产品 就是我们要推出 网络融资产品 让农民的话 更容易地贷款 获得金融服务 比如说 我们创新推出了一个 网络金融产品 叫汇农一带 汇农 就是优惠农民 意义就是电子的意思 汇农一带 这个产品的话 它实现农户贷款 在线上申请 线上审批 线上发放 线上还款 这样全面提升 农户贷款的时候 覆盖面和办理效率 为更多的农民 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到去年底 这个产品的余额的话 已经超过3500亿元 汇集的话 这个农户的话 是276万户 那么我们准备 今年的话 再做1600亿以上 让汇农一带的余额的话 突破5000亿元 突破5000亿元 那么有了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话 实际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西藏 西藏的话 我们西藏分行 根据高原产业的特点 农行 创新推出了一批贫困群众 一听就懂 操作简便的贵农产品 比如牦牛带 青蚌带等等 那么去年年底 在西藏 这个应该讲是 条件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我们个人精准扶贫贷款的余额 去年年底的话 超过60亿元 西藏全区70%以上的 建党 这个利卡贫困户 都获得了农行的 小额信贷支持 这个占了西藏地区 金融机构的话 就是90%以上 90%以上 因为我们在 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努力 来解决的话 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在农村 特别是在艰苦地区 怎么解决农户的 金融的可获得性的问题 再次谢谢您的问题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第二排吧 谢谢 像击乓 mundial 季珍 有宫 请问问某 问多 请问问 новый 不是 没 你 insurance customers that they don't need even in the medium or longterm to meet the same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 as banks. Do you agree with that or is your medium term goal here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o push the fintech secto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wards the same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s as banks? Second, Mr. Song you mentioned near the end of your remarks a 32% jump in compensation last year for SinoShares payouts. and we've all seen there have been tremendous difficulties in many commodity r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d borrowed a lot through SinoSure so where does the money come from for that 32% increase in compensation did SinoSure need some kind of additional injection of money from the finance ministry or others or was that met entirely through big jumps in the premiums that you're charging exporters Thank you 不能给你提高很多的回报 不是这样 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主要的因为就是要有资本约束 借钱要还 银行比较谨慎 他带出去的款必须考虑回收 不回收到那就不可办不下去了 可以搞一个什么捐赠机构 慈善机构 第三句话他讲就是说 投资是有风险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还是企业 投资是有风险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第四句话 干坏事做坏事是有代价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想资本性的问题 我们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要求是互联网平台 只要做同样的经济业务 也必须同样的资本性的充足力 但是我们考虑的历史的原因 给了他们一个过渡期 有的项目是到今年年底 有的是到明年年中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 可以再一起研究 可以再长一点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过去有一些金融活动 一些服务小微企业的 特别是低端客户的 要求比较低 他们提供那个住带 这个时候的出资额 是百分之几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都有 我们不想影响这些客户 所以让这些客户 还能继续的稳步的 得到这些贷款 所以过度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要看情况 但是最多也是两年 都回到这个正规上来 所有的这个机构 都要中心宝资本约束的要求 再次谢谢您 好 我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 谢谢您对中心宝的关注 我很高兴回答您这个问题 中心宝是一家政治性保险公司 但是它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化 进行运作的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欠点 那么你刚才提到 这个去年的赔款上升 这个这钱从哪里来 这个是完全是按照商业公司运作 每年都要提准备机 根据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发布会的直播 到此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